第一次遇到她竟然是因为她帮我解围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她 她没告诉我她的名字 只是拿走我的中文宝挥挥手 说了句有言参见 但我没想到会再见的这么快 因为刚上车就看到有闪光灯闪了我一下 我这时候才发现 她俩为什么坐一起好像认识的样子 这应该不只是认识这么简单了 我觉得很蹊跷就想上去问明白 不好意思 谁知道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这么巧又一眼了 我以为小孩听到小孩谁也好 那个不用不用 你看刚刚她是 结果是我歌系的学美 就是你来了 怎么海蟹偷看啊 我还相信咱俩是一对呢 你也是男才的 咱俩这么巧你哪个系的呀 那也没那么巧 我是那个新闻的 那个第二次见面 我叫韩大龙 不好意思 我一场伤啊 自己伸出去再说回来 这个操作也太尴尬了吧 她在干嘛呢 好精致的女生啊 随时读户手说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秦斌 夏天的夜上见的却邂逅好瞬间 我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